F35全新升级,最强电子战机问世,狗斗正式成为历史 二战前,战机充当的只是战术工具,负责从高空投掷炸弹 二战后,除了对地轰炸,战机还要进行空中对抗,用途更加多样 现在,虽然战机性能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五代机执行的任务也多了一个电子对抗 电子对抗的手段包括预警机、电磁讯号干扰和用于通讯、导航和定位的讯号等电磁威胁 所以,严格来说,五代战机充当的仍然是战术工具 如果哪个国家能让战机从电子威胁中率先脱离出来 那么,谁就能提前将战机晋升到战略的高度 比如,F35是一架非常标准的五代机 美国防部近期宣布正式委托BAE Steams为F35Block 4设计并制造ANASQ-239电子战系统 预计2027年对F35Block 4版本完成批量改装并服役 对此,肯定有不少观众能猜到 接下来,全球首架五代半战机大概率就要诞生了 Block 4是F35即将升级的最新版本 目前F35的总数为945架 数量超世界所有其他隐形战机的总和 未来仅在美军列装的F35战机就会超过2400架 装备海空和陆战队三军阵营 要说F35的优点 其实并非它的隐身性有多好 而是它的多用途任务属性 和F22的空战属性完全不同 除了对空作战 F35还担任对地对海 也包括电子战 为了满足这些任务 在设计之初 这型战机并没有一味追求速度和航程 所以它飞得并不是很快 也不是太远 这或许就是F35的缺点之一 更大的缺点是 F35没有F22那么大的内置弹舱 小直径的对空导弹 只能搭载四枚 空中格斗能力 以及对地打击能力 都不如F22和F16 不过自从美军和洛马公司 开始对F35进行Block 4版本的升级后 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Block 4版本升级内容 共有75项 包括换装全新的APG-85 有源相控阵雷达 升级新一代EOTS系统 增加弹药容量 新弹升级和升级战机的航电架构 以及发动机升级等等 当这一系列升级完成之后 F35的性能将直逼六代机的门槛 就拿APG-85有源相控阵雷达来说 按美国军方公布的消息 这些雷达采用弹化架数字阵列技术 是目前最先进的雷达体制 比现在的APG-81强一倍以上 还有EOTS 也就是光学瞄准系统的升级 F35 Brox将装备第二代EOTS系统 该系统结合红外成像和红外搜索 跟踪 空对空跟踪红外成像 宽裕IRST红外跟踪系统 相比第一代分辨率达到了4K 红外成像更加清晰 以上这些升级意味着 F35 Brox能在敌方没有发现它的时候 提前感知并锁定敌机 我们再来看弹舱的升级 F35的弹舱只能搭载4发AIM120D中巨弹 从这型导弹的尺寸就可以推测的出来 这里面肯定是塞不下AIM-9X格斗弹的 升级后的F35 Brox 弹舱内部设置了两个新型挂架 小直径中巨弹 包括最先进的AIM-260可以挂在6发 不仅如此 就连新型的AIM-9X Brox 2型格斗弹 也能带上一枚 关于航电架构 F35 Brox将采用TR3 TR3软件性能的提升是非常显著的 无论是计算能力和储存能力 是之前的TR2的25倍 这个倍数虽然很大 感觉给F35 Brox的航电供给应该是够了 但是也不能完全乐观 因为从航电系统的提升度 我们也可以猜测的出来 这次升级的软硬件计算能力 肯定是大幅度提升 否则也不需要如此高的航电设计 够不够用 目前还得保持观望态度 此前在F35发动机选择上有两个方案 一是在现有发动机上进行改进 这样做可以增加10%推力和10%航程 二是换装更加先进的变循环发动机 可增加推力20% 然而在2024才年的美国空军预算里 我们并没有看到下一代变循环发动机的预算申请 这说明最终美国空军还是选择了改进F135发动机 尽管改进也只是增加其10%的推力 但也能极大提高F35的机动能力 除了这些美国防宣称的ANASQ-239电站系统的下一代版本 严格来说是这次升级的核心 早在今年4月份BAE系统公司的官网报导 BAE同落马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4.91亿美元的合同 大致内容是为第17批次的F35 Brox生产ANASQ-239电子站系统 现在BAE算是正式从国防部拿到了生产合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短时间内F35 Brox的电子站能力将全面超越其他的五代战机 严谨一点来说 F35 Brox将不再属于五代机 什么叫电子站呢 简单来说就是战机在天上通过电子能量进行通讯 导航级定位 既可以实现对目前的识别追踪 也能进行锁定和交战 如果另一方没有这样的能力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种能力称之为电子打击 如果对方的战机和F35一样 也能通过电磁进行目标的搜索和锁定 那拼的就是谁电子能量更大 谁的系统更先进了 这个来回拉扯的过程就叫电子站 电子站的目标很简单 通过电磁对敌机的相同能力造成破坏 从而在视野和火力方面 对敌机形成全面压倒性的优势 更直白一点就是不让敌人拥有相同的能力 所以现代战机所面临的 一般都是具有同样电战能力的低机 这已经不是单纯按下导弹发射按钮就能解决的了 战机之间对比的是对等的可观测性 泥足能力 识别能力 以及定位能力 也包括场景感知能力 现在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 电磁频谱的升级和换代 对于战机电子站能力重要性究竟有多大 简单举个例子 二战时期的电报密码 如果一方不及时更换密码本 就很容易被敌军破译 而被破译的结果就是泄密 失去战场先机 及时更换密码本 就属于一种加密手段的升级 如果这个时候 一方用的是打个大进行通讯 优势必然是压倒性的 这就完全属于迭代了 回归正题 再来看ANASQ-239电站系统 现在的空站所依靠的是 情景感知能力 远距离侦测电磁活动的能力 不管是什么方向 什么波长 而且还要能有效进行自身的引译 这些能力都需要对各类复杂的电磁信号 进行快速的回应和分析 这就是ANASQ-239设计的目的 根据国防部发布的内容分析 此次Block-4的电站系统 将包含很多硬体和软体的升级 不仅大幅度提升了Block-4感知 以及信号处理能力 对比之前 新感测器也是一种讯号倍增器 能大幅度增加F35-360度 长距离侦测电磁信号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 这是一种被动的侦测信号 并不发射能量 所以F35-Block-4的可观测性 也会被大幅度降低 抛开隐身涂层的优势 仅凭这一点 F35-Block-4就能在一段时间内 占据空中的绝对优势 是可以被称之为迭代的 为什么说是一段时间呢 想必这个问题大家都明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军用飞机首次飞上天的时候 占尽了优势 大多数士兵甚至都不知道 那些往下扔炸弹的应该叫神嘛 但是很快 一种远距离寻找飞机的仪器就出现了 利用的原理是电磁波在传播的过程中 遇到金属物会被反射回来 就像镜子可以反射光一样 1935年 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 沃特森·瓦特发明了一种 技能发射无线电波 有能接收反射射波的装置 它能在很远的距离 就探测到飞机的行动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雷达 当时人们称这一种雷达为CH系统 1938年CH系统正式安装在 泰晤士河口附近 组成了一个200公里长的雷达网 二战期间 这套系统给希特勒的飞机 制造了极大的麻烦 二战后 战机开始出现各种反制雷达的手段 电磁波之间 毛与盾的阶梯较量正式开始 再往后的例子就不提了 火力军在这里主要想说 F35BROX4此次升级 特别是电子战系统 一定会让这架五代机 在空中占到非常大的优势 但是反制措施肯定也会出现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没有任何武器能保持绝对优势 但升级和迭代 可以将优势无限期延长 这或许就是美军会对F35 以及其他美式军备 进行频繁升级的原因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F35BROX4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添加订阅 我是火力军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